来看看新闻吧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 说到今日呢 演员宋家带着女儿张楚楚呢 是一同在北京活动 那我们觉得心心力呢 也是全程更派了这对母女 是 据我们所知哈 而且据我们仔细地观察 女儿楚楚呢 是一个严厅系从的乖乖女 而妈妈宋家则成了一个典型的演目 当记者在酒店见到宋家母女时 两人还忙着为即将开始的活动做准备 女儿楚楚在一旁吃着面条 宋家刚烫完头发 开始全礼服 妈妈忙着造型 要不女儿给点建议呗 会与殷勤的建议基本上都被否了 那为什么被否呢 妈妈一直是 她老觉得我的审美 跟她不是一个level的 你蛮有的知识的 八八年出生的张楚楚 已经拍过不少电视剧 也参加过不少综艺节目 算是正式出道了 但在妈妈宋家眼里 她永远是个孩子 穿衣打扮要叮嘱 交由楚氏也要操心 好在楚楚也很乖巧 基本上是顺着妈妈来 就她从小的时候 有的时候老说这样的 就觉得妈妈太苛刻了对她 我觉得呢 就是说作为妈妈呢 我确实也有的时候太过于这方面 太对她强势了要求 采访时这对母女告诉记者一个小细节 宋家从小就希望张楚楚能够弹一首好钢琴 所以在奔波各地期间 她一共为女儿买过六架钢琴 但小时候的张楚楚可没现在这么懂事 小时候弹钢琴 对钢琴没什么好印象 你坐在那儿就感觉胃疼 然后还老装病了 为了把女儿教育成才 单亲妈妈宋家拍戏挣钱 还要照顾女儿很是辛苦 如今宋家看到女儿现在一点点 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她也是十分欣慰 而接下来 她也希望女儿能够接过自己的接力棒 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因为这些展示的 这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其实都是妈妈当年这种付出 这种这里边渗透的妈妈 真的很艰辛的这样的一些汗水 一对新天地北京独家才能报道